晚上看到我家这满车的装备 知道我们要去干嘛吗 我们要去种秧了 家里的地呢太多了 有一些地就种了两季 然后留了一些地也种了一季 现在我们就是去种那些秧的啊 今天呢下了点小雨 但是没有办法 家里就是 雨的那个骨子已经发芽了 必须得种下去了 冒雨也得种 走吧 马上就要出发了 后来一下雨下的好大呀 哎呀我的天哪 现在妈妈就是把这个装央剂弄一下 加点那个除虫的药一起浇一下 放到那个骨上面去 等我撒上去 然后用包 用包给你折一包 我可以 啊 再装备 我跟老爸两个人不得摆这个秧摆啊 我们是弄那个包秧 现在已经铺动了一个水浆了 这就是真正的农村生活呀 就是有农活干的 不管是呃 光风下雨 每天都要干活的 哈哈 当然闲的时候也有闲的时候 有适合远方也有满身是泥巴的时候 哈哈 雨太大了波哥让我当摄影师 他来干活 不过波哥你要加油啊赶上妈妈嘞啊 哈哈哈哈 妈妈让他让你跟他好好学种地了 哈哈哈哈 他说要学会了 你以后自己也可以种得好 哦 哈哈哈 别人了真正的农民老表了 这生活如何 少挖挖啊 少挖挖啊 老子都是迷失的方法 姐姐 嗯 我回去做饭给盐吃吧 把我送到学校去了 以后我再过来啊 快点去吧 衣服湿了换一下再来啊 衣服湿了换下来的 现在换下来的 换到你换到你 绝对把我咬死 老表孩子送上学了 哈哈哈哈 快点来 从裙子了不 嗯 勤快的人老天对你胳膊照顾 停雨了呀 赶紧干笼活去 老表可以吧 老爸老妈说你少的还不错哟 有天赋吧 哈哈哈 赶紧把这个抛羊育苗的技术学回去 你们老家不是还是擦那个水呀吗 我感觉太累了 如果会这个不是可以轻松很多 是哦 你衣服怎么没换呀 刚才不湿掉了吗 又干了 哈哈哈 湿了又干干了又湿 哈哈哈 你真正的农民老表啊你啊 拜金哦 拜金 拜金的很 要不要试一下 我会呀 这是玩泥巴的 你小时候不是最喜欢玩泥巴吗 那你玩个够 突然一下下起了暴雨啊 只能了了吵吵的 把种好的这个种子 用那个薄膜袋盖一下 等火雨停了以后 还要过来给他们打那个大棚的 现在要回去做早饭吃了 今天就